為何要離開 是因為我想找一個有多些幽默感的地方 因為自己原來住的地方就是香港 發覺是越來越不夠幽默感 我自己是介乎被迫和半被迫之間 你作為一個政治漫畫家 在現在香港的狀況下 其實你都很難可以維持到生存 甚至你說有沒有危險性 絕對有 也是挺高危 所以來英國之前 已經覺得香港已經容納不了自己 最難的地方就是剛才我提到的身份 自己突然覺得我在大學教了這麼多年書 然後又畫了政治漫畫這麼多年 有一個好像其他人看起來 好像挺好的一個職業 突然之間這兩種身份都沒有了 對自己的價值 我來到之後就要照顧家 有很多要煮飯、買菜 有很多這些工作 我以前不用做的 有很多這些身份的轉變 其實對自己的價值 是一個很大的質疑 那個傷痛就是在離別、斷裂 和自我質疑的這幾個位置 有時候你很不開心的時候 你就會很喜歡那種很不開心的感覺 慢慢沉溺下去 很可憐、很可憐 那段時間是有一種這樣的狀態 我經常都要避免廣東歌 一些關於離別、關於香港的歌 我現在都還有一個play list 我經常在那裡聽 就不斷地流眼淚、不斷地哭 那有些什麼呢? 譬如有張敬軒的銘丁天使 黃耀明的住 風的形狀 Color的好在遇見 林一峰的離開市衛要回來 很多答明的歌 自由之下 我連獅子山下都有 這首真的是講疑問 最初聽的時候覺得好像很著跡 那時候我不是很喜歡的 覺得太明顯 說一些話很白 甚至他的音樂影片也拍得很白 但後來你自己離開的時候 那時候你再聽聽 你受不了 那種情緒 我當初我放棄 你不再說機機界界的時候 我是很難做的 但後來我過了一段時間 就覺得為什麼不行? 所以我能說什麼? 我認為政治漫畫 對於香港人的命運 或者我們面對世界 或者香港的轉變 其實是很小事的 當你整個社會 整個香港去崩潰的時候 突然間崩潰的時候 其實這些是微不足道的 又或者是我沒有了我的事業 那又怎樣呢? 因為我還有很多 我還可以畫 例如我畫《日常遇見》 是幫到我跟自己去聊天 我經常都會想 每日今天 一起聲 我今天想跟自己說什麼呢? 今天我想跟香港人說什麼呢? 我畫的畫 當然也好像是有些比較感性 但其實也會有一程度的優密感 希望可以用一個這樣的創作的手法 其實就是幫自己去療傷 我很久之前 我大兒子出生的時候 我畫了一個 是叫Hello World 就是我跟我兒子父子的關係 一直都欠女兒的一個交代 因為兒子就有了 女兒就沒有了 所以我那時候就決定 不如我畫一個父女的一個故事 因為女兒在漫畫裡 角色是比較大 可能跟我女兒現在八歲 她開始已經認識很多東西 嘴嘮嘮 或者有些東西她會質疑 爸爸就比較沒有那麼敏感 或者是懶惰一點 都是自己的對照 我就是在這樣的設定之下 去想故事 我就會想我有些什麼會談 我作為一個爸爸 我要教女兒些什麼呢? 那女兒又會有什麼反應呢? 好像我這些那麼大 你幫我畫十張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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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不知道我平時畫什麼 科目科目 你知道我做什麼職業嗎? 你不知道嗎? Daly Wish Daly Wish 那我是一個什麼人呢? Artist Artist 是什麼Artist 有六個字 好可怕 好可怕 當然我自己很生氣 又或者是自己心裡 有一個目標望著的 就是這個花生漫畫 那種好像很簡單 但裡面有很多位 我們可以細微的一些作品 我其實很想去做 這裡 這兩本 是 這裡 看西馬灣 五三年 是說七十年前的作品 現在看起來也不覺得過時 這真的很厲害 我喜歡它 不單是內容 而是 這套作品 就是她的一生 那就是她 看過她的訪問 就是 她日常創作 即是花生漫畫的時候 那些日常 即是每天 出去走公園 回來畫 那我就很羨慕 其實我現在過到來 就是這樣 我在香港 以前畫政治漫畫 就是每天都要 可能很辛苦 才抽到那半個小時出來 例如我六七點 就要交稿 有時候上完堂 五點多 就在位置 很快就立刻畫了 都是一些很極速完成的作品 可能真的要離開香港的環境 我才可以有那種空間去想這些童真 或者我要想一些慢一點的作品 今天我們來到這個地方 叫做Wool Witch Contemporary Print Fair 是一個版畫的藝術廳 我自己玩漫畫的時候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一些印刷品 還有一些比較平面的創作 那版畫一直都在我心裡 是一個我很喜歡的藝術的媒介 我看得很開心 就算我以前去看一些很高貴的阿巴蘇 都沒有這麼開心 因為其實有版畫去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可以容納到很多很不同的風格 它近一些流行文化 以前就覺得好像一份 因為那些東西是print matter 它是複製品 所以價值就好像沒有這麼高 反過來就是因為這樣 它容納了很多很不同的技術 都可以 木板、銅板、石板 甚至乎現在很多人是在電腦裡print出來 print出來的時候 每一次都會有些不同 就算你家裡print出來都會不同 是印歪了或者是印多了 少了 其實那個變化是很大 我喜歡那種感覺 通常看這些畫 有些人經常都會說 我都畫到了 那你真的畫到了 看藝術時 不能只看一件兩件 你要看藝術的整個系列 或者他怎樣想事情 即他的動機 背後的動機 這些都要看完 純粹講技巧 確實有很多art work 是不用技巧 你叫人做也可以 這個我的偶像 David Strickley 很多時候畫一些 好像小朋友畫的畫 但是有些好像很精靜的句子 可以合在一起 那個幽默感就出來了 我想買這張 這個年代很差 去自保 難道我試試 是你的問題 以前畫政治漫畫 都有一個新聞 幫我去做底 就是我回應一個新聞 但當我沒有一個新聞做底 我每天都要畫 其實那個都頗要求 要想一個題材是困難的 如果你是有新聞去幫你的時候 就會容易很多 都花了一大段時間 去適應這個新的題材 現在就畫了剛剛一年多一點 但也面對到一些問題 就是我畫那種 就是他們的婦女 情景都還是在香港 但是當自己離開香港 一段時間的時候 你就發現其實 你會很難去捉回那個脈搏 對於香港的感應其實弱了很多 也都不知道香港現在是怎樣 所以再用這個設定去畫的時候 就發現有點難 所以我現在都還在考慮 要不應該把小粉人和女兒 移民過來英國 你不是已經在英國了嗎? 不是啊 但是小粉人還在香港 但是你是在那裡拼文 其實我不是這些拼文 你是跟我說 你是在那裡拼文 那你來之後 你喜歡這裡嗎? 喜歡 最喜歡什麼? 學校 最喜歡誰? Dana 又是她? 是啊 那我呢? 你說是學校 現在都好回七八成 我猜 但是那種療傷其實沒有十成 我會形容 不只是我自己 我猜很多認識在這裡的香港人 或者過來的時候 我會形容他們的心裡有個洞 就算傷口埋了 但還有個巴痕 巴痕是一個洞 有些東西被人拿走了 沒有了那塊東西 那塊東西可能就是香港 因為大家都很掛念香港 但我都不知道還可以做些什麼 我都不知道可以從哪裡去拿回來 去塞那個洞 所以我自己經常都要想 我們作為一個創作人 我覺得可以做到一些東西去填 我很想去做一些東西去填那個洞 就是我畫這個小份影的時候 我試過收到戴耀廷的信 那一封信到她就說 這段時間看到我的漫畫 就是她在獄內監獄裡面 她就覺得那隻小鳥 其實代表自由 類似說回整件事 她自己也嘗試 給了一個名字 叫做自由鳥 就是自由的鳥 我突然發現 原來我在報紙裡面的漫畫 都是有一個功能 原來可以跟在場裡的朋友說話 之前沒有想過 因為讀者就是在街邊買報紙的人 但原來你是可以跟他們說話 所以當時我真的用了一篇漫畫去回應她 是一個很有趣的 突然之間透過作品去迴信 因為我當時沒有寫信給她 但我用了我的漫畫 去回覆了她 這個我覺得很感動 我自己看到之後 我收到她的信後 也是為什麼我決定要繼續保留 這個發表的空間 就是我覺得在不同的崗位裡面 在不同的情景裡面 原來都有她很有用的東西 有很多人全部都向著這邊看 為什麼他們全部都向著看一邊 因為他們想像大家一樣 想像大家一樣 如果你看著這邊 別人會叫你 為什麼你會看這邊 你會怎樣 我會繼續看 你繼續看這邊 為什麼 不知道 我會先看到這位 感谢观看